2010年齊練成績大結算 2010年話這麼快就過去了 今年的確發生了很多令人難忘的大事 是呀, 說到難忘 怎可以不提到梁浩街同女神黃宇曼 把屁蟲遊爬馬場 齊齊拍攝採訪過濟騎士金曜賽經歷才行 慢慢 喂, 現在呢, 我說的是關於馬壇 而且馬迷有最關心的事 跟你那些所謂人生經歷完全沒有關係 我和馬迷的經歷就發生香港馬壇錄 2010年就來過去 今年最後一場賽事 也剛好在沙田馬場舉行完 所以又是時候點算一下騎練的成績 截至12月27號賽日為止 騎士成績最好的就是韋達 他以34場頭馬穩具騎士綁綁手 而練馬師方面 大摩就以27場頭馬排第一 希望在新一年 各位騎練有個更精彩的新開始吧 如果要用兩個字來形容 2010年馬壇發聲的大事 我會用 升聶 說得對 這兩個字完全可以代表了我 想在沒多久之前 和我女神黃宇曼 齊齊把臂同遊沙田馬場 一起自己國際賽 有女神相伴 又甚至成為我 升聶為RE首席男主持的鐵證 真的很難忘 又是曼曼, 你煩不煩? 你這麼多叫做星呢? 馬會怎麼辦? 由今個馬季開始 國際賽馬組織聯盟批准馬會 將國泰航空香港短途錦標預賽 國泰航空香港一里錦標預賽 和國泰航空香港杯預賽 這三項香港二級賽 性格為國際二級賽 同時馬會更加將賽事分別改名為 國泰航空馬會短途錦標 國泰航空馬會一里錦標 和國泰航空馬會背 還顯示香港國際賽事水平不斷提升 在國際馬騰的地位亦越來越重要 確實我還沒說完 國際賽當天除了和曼曼 一起直擊國際賽 我還等他們一起看押軸燕花 還拍張合照 老婆還未知 所以說2010年大事件還未一件? 救命 救命, 拜託你別疼說這個曼曼 你可否將你的先人士和工作分開 不行, 事關 無論如何都要先說 今集馬談聲譽嘉賓 因為今集的嘉賓就是他 曼曼 最近因為工作關係 我有機會接觸到練馬師業初行 我覺得他不僅是一個很潮的人 他還教我做人要有禮貌 要守時, 以及要很堅持 我一定會繼續支持他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讓我慢慢回家 阿嘉, 拜託你不要再慢慢聲音 可以嗎? 為甚麼? 今天星期三晚又沒有賽事 遇到星期六之後, 元旦日賽 我打算慢慢回家做功課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不值得人 慢慢…